每张桌面摆上三颗精选高丽菜 总共35组参赛 要在一年一度的高丽菜王比赛一较高下 光看外形这种高丽菜口感最佳 95岁的老欧还夏田勇夺勤龙奖 把自家种的极品高丽菜搬上桌比赛 不只场面壮观 还有高丽菜做成的特色小吃 热乎乎的包子以及高丽菜酥 提供给现场民众品尝 虽然以前就知道有高丽菜比赛 在专业评审眼中要挑出得奖者 得拿尺丈量高丽菜的直径 依据果形 重量 体积 外形等项目的评选 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 最外层的叶子剥掉之后 拿出两片木板夹住 脱壳比大小重量 结果第八届澎湖新高丽菜王比赛 龙铭卫星国以单科18.96台金夺冠 几十多张啊 几张都快七八百 四三套了 四十三号 乌坎新高丽菜王比赛活动连续举办八届 一次比一次热闹 有了现场支持 主办单位也宣布 明年将扩大为全线竞赛 民事新闻 廖锦华 澎湖报道